前阵子不是出了这个马可的皮肤吗 然后用马可试了一下之后才发现 这个英雄真的好强呀 来 这把对线的是加罗呀 不用从直接给他一锁子 哎呀怎么还叫人呢 不过现在是二打二也不是不能打 我换个草鸡去蹲 不会吧 这发现不了我 再蹲一会儿找准时机 先给加罗一锁子带走加罗 再出来A死都黄 直接双杀不解释 这里我想拿个红 但是看着打野的样子应该是不会让 帮他打几下我们去中路支援吧 我来了 先上去给兵线一锁子 好驴部跳大了 东黄也放大了 等东黄打招结束 直接上去赚大 再配合上眩晕 也是成功地留下了对面的两个人 哎呀 别夸别夸 这边也一样 队友被追 我们上去支援 但不要冲得太往前呀 在边缘跟他们拉持一下就好 我误了兄弟们 塔马可就应该猛一点 用双冲击只要做出来 他们聚集在一起 直接赚大 你们一打三 对一打四 一打五直接双杀 这就是迅运马可 由于我的努力 局势也慢慢地坏了起来 这队友干什么吃的 真的是 先等东黄放大 好东黄放大了 等他大招结束 我直接上去接力 同样的一打三 直接双杀 而且差一点 我就三场 再次拯救了队友 局势 更加的坏了 哎呀 不装了兄弟 我将这逆风 结束 来了 好 让我们再换局素材啊 前期一打二 有点坐牢 但是没有关系 然后继续塔下猥琐 这个一打二呢 活气一点就好了 能手就手 数不了 大不了就放 你看我就打得很活气 甚至还有时间来中路 轻一波冰 辅助的这一下控制很及时啊 看在这个份上 我就原谅你前期不管我了 这时候我看到我的大招CD快好了 而且我也有眩晕是可以继续打的 直接打招 再接个眩晕 拿下 然后再把正式做一做 就好起来了吗 哎呀 一点消息的失误 不要建议嘛 出完冰霜冲击的马可有多猛 你们看这里 对面聚集在一起 直接反手转大 冰霜冲击的控制 再加上眩晕的控制 只要衔接好 对面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三雪也没事了 再顺书载个点尾 也是简简单单的 如果你们觉得刚才的将路 还不够夸张的话 再看这一步 当然还是要注意细节的 先不要上 先细节的让项羽 上去吃一下对面的技能 然后我们再上 这波说一打五 有点臭不要脸 不过说个二打五 我立大功 应该问题不大吧 再趁着刚打的优势 配合队友招个人 再推个塔 然后再追个人 协奏这不就用 咦 公本你还上去干嘛 二番二 且不亏啊 没事 下一波我继续